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安谦丽老师 欢迎回到我们的初级太语学习课堂 圣节课呢,我们学到了几个基本的太语音速 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学了三个福音,而且都是中福音以及一组原音 同学们先试着回忆一下 每一个字母应该怎么样去念 自己先念一遍 嗯,OK,下面老师来代读一下 大家检测一下刚才自己有没有念对 首先,福音先开始 上节课呢,我们说了 要注意清浊福音的发音 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做好笔记啊 课后有没有认真的更读,并且提交作业呢 希望同学们能增加班级内的互动 有什么语音上的问题好及时解决 OK,提归正传 上面的清浊福音应该如何去区分呢 清浮音和我们的普通话类似 这个就不多解释了 那么浊福音呢 它的发音是有技巧的 先不用发音,先做出舌头的准备动作 舌头应该怎么放呢? 嗯,舌尖顶住上额的中部 然后重点来了 保持好舌头的这个动作 不要动 然后鼻腔里面发出 嗯的声音 再念出 道的声音 好,来跟着老师念啊 嗯,道 嗯,道 这样念起来是不是 道的这个音就非常浑厚了呢? 诶,这就是我们要发的着浮音了 等到大家把这个鼻音 这个浑厚的感觉完全掌握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不用做准备动作了 直接 好,接着我们还学习了一组原音 发音的时候 嘴型要注意 嘴巴向前突出 尽量收得圆一点 小一点 每一次我们说到长短原音的时候 有几点是需要注意的 同学们还记得吗? 嗯,我们也来复习一下 首先呢 音调 短音的音调 类似于我们中文里面的第三调 比如说 呜 呜 啊,这是第三调 那么长音的音调呢 类似于我们中文里面的第几调呢? 诶,对了 第一调 呜 呜 还有一个发音的长短问题啊 发音耗时呢 短音和长音的比例 大概在一比三左右 呜 呜 呜 一比三的 耗时 好,这就是上几课我们学习的字母了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小测试 简测一下吧 好,我们继续学习 今天我们的重点还在中辅音 以及中辅音的简单拼读 马上的来看一下这个中辅音 先跟着老师念 这是舌面应额塞擦音 这个听起来有一点弦啊 不过呢 我们可以用简单的话来解释 就是念这个单词的时候 舌尖轻轻地抵住耻背 顶住耻背 发音呢 相当于汉语拼音当中 子和欧相拼的音 发音和中文的音相似 对于同学们来说 肯定是零压力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书写 好 看到屏幕上的这个笔画图 有圈 先写圈 对吧 好 注意了 圈圈的方向呢 是向下的 写反了就没有这个字了 上面是一个半圆 就像一把小雨伞一样 这个圈圈呢 刚好躲在小雨伞里面 在大概中间偏上一点的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对应有什么简单的单词 可以来让大家学习一下 第一个单词 使用频率非常之高 大家一定要记牢了 这个单词有什么部分组成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刚才学到的福音 对吧 以及第一课学过的短缘音 和在一起拼读 这是一个副词 是将要的意思 所以未来要发生的所有动作都会有它的存在 把它放在主语的后面 动词的前面 比如说呢 我们之前有学到过的句子 阿 滴 嘎 是什么意思呢 叔叔或者是姑姑 打乌鸦 这个句子呢 按照字面上来看 是正在进行的动作 但如果要强调 要表示未来要发生的这个动作 表示 叔叔或者是姑姑 将要将要正要去打乌鸦了 将要正要去打乌鸦了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用上刚才我们学到的这个单词 可以用上它了 注意呢 放在哪里啊 放在主语的后面 动词的前面 所以说这个叔叔或者是姑姑将要正要去打乌鸦了 就可以表达作 说的快一点 就是 同样的 我们上节课也学到了不少的句子 同学们可以把这个用上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小测试 简测一下吧 上节课呢 我们除了学了不少句子之外 还讲到了一个清浊辅音的概念和字母 这堂课我们继续学习一组清浊辅音 先来看一下比较简单的清辅音 这个单词念作 这是双唇塞音啊 什么是双唇塞音呢 发音和我们汉语拼音里面的 吧的发音位置是很像的 什么是双唇塞音呢 双唇塞音就是双唇轻轻的闭着 先形成阻碍 再让气流通过双唇爆破出来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书写 这个字母的小圈圈面朝左边 右边呢有一个小尾巴高高的翘起来 就像一条刚下油锅被炸得跳起来的小鱼 为什么这么形容呢 以后我们会学到一个单词叫 是鱼的意思 到时候说到了之后 会慢慢的告诉大家这个单词的构成 现在呢只要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就可以了 书写的时候呢 大家注意一下屏幕上的这个笔画图 这个包是一笔写成的 扭圈先写圈 在下面写到下面这一横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有些泰国人呢为了书写优美 下面的那一横会稍微的出一点头 但是日常书写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在书写下面这一横的时候 是不出头的 直接是圈圈 竖折 然后再勾上去 一般情况下 圈圈的位置在整个字母的中间偏上一点点 这样就非常漂亮了 一笔写成 同学们可以在屏幕上 或者在自己的笔记本里 照着写一简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包对应的单词 这个单词呢 由我们刚才学到的福音 包和长圆音 一组成 包一 听在一起应该是什么呢 嗯对了 包一 逼 应该是逼 好 这是年 岁的意思 具体呢 那关于 泰国的年份呢 也是有自己的说法的 一回老师再给大家慢慢的展开 不过现在同学们除了要学会这个单词之外 老师还要让大家注意一下他的写法 我们在第一节课学到原音 一的时候 说到了 横线的位置代表的是什么呀 哎 辅音的位置 而这个原音 一和他的同胞兄弟短原音 一是要写在辅音的 正上方的 这个大家还记得 对吧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单词 比 大家注意啊 在书写这个单词的时候 因为辅音是 包 右边的小尾巴特别的长 所以对于 包 这个辅音 它头顶上凡是出现类似的原因 或者是变形的时候 记得是原因 或者是原因的变形的时候 这个原因 或者是这个符号 稍微的要向左移动一点点 不要写到整根竖线的上方 要让它距离小圈圈 稍微近一点 这样就好看了 好 这是需要同学们注意的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个单词 好 同学们一起来拼读一下 辅音 包 再加上长原音 这是什么呀 还记得吗 嗯 呜 对吧 好 拼起来 包 呜 呜 如果大家去过泰国旅游 接触到这个词的机会就非常大了 它是蟹 螃蟹的意思 泰国呢 三面领海 这个海鲜叶还是非常的发达的 常常可以看到各种用 哺乳 也就是螃蟹做成的各种美食 比如说著名的酸辣木瓜丝里面 也会加入一些新鲜的蟹肉 在酱汁里面 在汤里面 或者咖喱蟹等等 无处没有蟹的影子 当然除了哺乳之外 还有虾啦 鱼啦 扇贝啦 等等 在泰国吃 简直是又新鲜又便宜 同学们有机会到泰国 一定不要错过啦 好 刚才学到的这个单词 包 我们说了是轻辅音 那么它对应的 肯定要有一个着辅音的 这个发音呢 大家就要特别注意了 同样的 也是双唇轻轻闭着 然后形成阻碍 再让气流通过双唇 轻微的爆破出来 着辅音的鼻音是很重的 之前我们说过了 念着辅音的时候 可以有一套准备动作 好 这个念作 这是双唇塞音 开始的动作是避唇的 然后关键在于它的着音 那么同学们避唇 然后口中念着嗯的这个准备音 接着立马把鼻音爆破出来 就是 好 对比我们刚才学到的轻辅音 非常清脆是吧 然后这个着辅音 有一点像感冒的包念作 包 包 包 OK 同学们开口自己练习 好好感受一下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辅音 包是怎么样书写的 着辅音 包 和轻辅音 包 非常像 唯一不同的是 后面没有一个长长的尾巴 区分还是非常简单的 同学们可以好好照着笔画图 书写一下 好 带有这个辅音 包的单词 我们大致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现在还不要求同学们马上记住 它是 歪 歪 歪 是辅音 包和原音 i组成的 这个以后我们会学到 意思是一片树叶的 片 或者是一张白纸的 张 呃 片 或者是 张 的意思 也可以表示树叶的 一叶 大致了解一下就好了 我们在后面还会接触到的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小测试 简测一下吧 OK 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九个中复音 已经怎么样啊 全部学完了 分别有哪一些呢 我们一起来过一遍 能全部记得的同学 可以先老师一步 把这个单词念出来 好 我们一起来读 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学到了三组长短原音 分别是下面这三组 阿 阿 一 一 五 五 刚开课的时候 我们就学到了 今天的重点在于 如何拼读单词 当然呢 如果认真听课的同学 接下来的这个环节 你们肯定就是小菜一叠了 完全不成问题的 但是呢 在这边老师还是要强调 一下拼读规则的 同学们一起来复习一下 巩固一下 好 我们现在接触的都是中复音 中复音在拼读规则里面 是最最简单的 黄瓜一拍就可以上桌吃了的 那么简单 中复音和原音相拼 原音发什么音 或者是带上什么样的声调 这个单词就念什么样的声调 没有任何音调上的变化 只要稳抓这个要点 任何的中复音都不在话下 那么同学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个表格 对应的我们学过的这些元素 大家一起来拼读一下 最左边这一排是我们学过的 辅音 上面第一排是我们学过的 原音 好 中间是我们的拼读 看着这张表格 我们一起来拼读一下 接下来辅音 和原音的拼读 接下来辅音都和原音的拼读 接下来辅音都和原音的拼读 接下来着腹音 和原音的拼读 下面腹音 和原音的拼读 请辅音 最后一个着腹音 和原音的拼读 这些拼读呢都是最基础的了 太语呢就是这样有点类似于拼音文字 只要是知道了每一个因素怎么样去读 知道了拼读规则之后就可以自由拼读了 还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接下来课后同学们就得花一些时间了 好好巩固每一个福音和每一个原音的发音 然后经过拼读就可以完整的把一个陌生的泰语单词给念出来了 我们第一节课说到的 拼读这一关过了之后 给你一本泰国佛经 你都可以毫无障碍的念出来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同学们要对自己有信心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小测试 检测一下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文化课堂 在之前的单词学习当中 我们学到了一个单词 逼 这不是骂人了 大家还记得逼是什么意思吗 嗯 翻翻自己的笔记 这是年岁的意思 在泰国呢 和国际年份的算法是不同的 他们比较习惯用佛历年份 同学们应该都有耳闻了 这个泰国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佛教国家 80%到90%以上的人民信仰的都是佛教 所以这个有千佛之国 黄袍佛国美誉的国家 在生活习惯上也包含了浓浓的佛教色彩 其中就包括着年份 在泰国 他们把年历称作佛历年 或者叫做泰历年 他是以佛教的创始人 释迦摩尼去世当年作为计算基准的 释迦摩尼呢 也就是佛陀了 他诞生于公元前623年 沉到于公元前588年 然后在公元前543年去世 于是呢 佛历就以释迦摩尼死后一年为纪元元年 比世界通用的功力早543年 举个例子 比如公元2008年 对应的佛历年 就是在2008年的基础上 再加个543年 所以公元2008年 就是佛历的 2551年 大家也可以算算自己的出生年份 或者是爱人的出生年份 看看对应的佛历是多少年 现在呢 大多数的 不管是在正式场合 或者是日常生活当中 泰国人都还用着佛历的年份 如果有机会和泰国人交流的 就可以知道 他们在表达年份的时候 都在用着佛历 不过 比如说上面的2551年 念起来就非常长了 所以 他们也会像表达国际功力一样 省略到前面的25 直接说 51年 这个大家是可以留意的 好 这就是泰国的年份 佛历年 今天呢 我们的课就学到了这里 我们把所有的9个中辅音 都已经全部学完了 其中包括 轻辅音和卓辅音 这些呢 是需要同学们在课后 好好区分和练习的 那么就期待同学们的作业成绩了 现在 我们就在这好听的泰国歌曲当中 结束今天的学习吧 Sawarika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